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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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有花儿香 江水已悠长 心中的梦在自掌 岸边飘来浓浓的香 靠醉了五腹十八磅 沾上了西台长高墙 满城的香味在飘荡 童有花儿正开放 银子无力藏岸香 虾骨柔青春断藏 铿墙的木垂大幽间 年岁的幽子依然相恩 银子无所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习同习啊 观今日盛况 使之前人所谓红江 乃七省通渠之地 翻墙云集 财货苦凑 言之不虚啊 我等外省商人前来叨扰 罗会长操持辛苦啊 哪里哪里啊 我红江城 虽居西南偏远一运 却因这红油明动天下 今天是游业行祭祀祖师爷的日子 也是我红江商会的一大盛事 哪有什么辛苦二字可言哪 敢问今年这祭祀大典 不知何人有幸 能和大名鼎鼎的元龙游号刘东家一到 给祖师爷供奉一束铜油花呀 恒顺游号杨东家 有请有请有请 杨家 来来来 把梯子抬稳了 慢点挪啊 来 梯子过来 梯子过来 快驾过来 好 慢点儿 小心小心 好 叶老官 你要摘哪个 我帮你摘 下来 有你什么事啊 我自个儿亲自摘 叶老官 这树可高着呢 慢着 高 知道什么叫独占凹头吗 要跟你刘叔叔刘云乡一块摘这铜油花去祭祖师爷 那可不是咱们杨家年年都能有的光荣 这祭祖师爷的铜油花一定要摘最高的 最树尖上的 看着吧 哎呀你可慢点儿啊 马上就要盖管他们刘加油了 东家 东家 没事吧 没事吧 你没事吧 吓死我了 进马穿上了 不见垃圾 下落的临时 白炸油了 进马穿上了 不见垃圾 这事真不早了 五五十八邦和十大会议馆的重商都已到齐 祭祀用的红油竹 糯米草还有舍货一样的不少 就差留阴香和阳同昌的两树红油花了 你说这 这船坊使得许大人不是也没到吗 书弟啊 东家 去准备迎接团访使的许大人 老师 盛康大人 卑职知道错了 是卑职没把事情办好 求您看在我血崩 不计生死 垂随您多年的份上 饶了我爸 你不许大人 对洋人 不给一个交代 是不行的 快走 快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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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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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服 我死不瞑目 我宁可战死沙场 也不想死 在这波奸商的手里 站住 老师长 但愿你下辈子做个纯粹的军人 不再掺和生意场上的事 住手 好 马克思凯先生 中国人讲究是一死百了 一切皆空 不不不 大英帝国不要喜欢班达国民 我们要钱 要脸 要有 老师长 路上小心点啊 晚了就赶不上了 董家 不行不行不行 儿子 你用你的热手 在我后腰上使劲呼噜呼噜 好累好累好累 好 好 再来 再来一次 好 老杨 老杨 六叔 老杨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这儿瞎磨蹭 我乐意 我这是新城则灵 花杆不用了 这我车可是刚洗的 我还刚洗完澡呢 有车有什么了不起啊 马克思凯跟我说 今年这笔生意做成了 再做几笔 就送给我一辆英国车 送你八辆 摆设 瞧你这劲儿 我不会开车没关系 我儿子会开就行了 你再说一遍 麻烦您开车行吗 大人 大人 奶奶的 走 走 往年这刘东家 从来没迟到二辈子嘛 还没到 可能是耽误在杨东家身上了 为什么 那杨东家过去哪有资格 供奉童幽花啊 今年也是大姑娘上教头一回啊 是不是 你说急任不及人哪 到了 到了 我说奏乐啊 奏乐啊 奏乐啊 奏乐 声音多大点 走走走走走 来 早上 总算到了到了 来 流哟 两位公助党 来 είναι 来 Lou 哎呀 真够精神的呀 哎 来来来 先拜 先拜 哈哈哈 来 开始吧 几时已到 祭祀圣殿开始 民国十二年四月即日 红江商会及十大会馆 携重游商 今以同游之花 三生五谷之仪 撑腰天下四海蓬邦 吴府商邦 敬拜神农祖师爷 一拜 二拜 宣传时 许大人到 许大人 大人 许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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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让开 你这是 都给我闪开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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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这是 许大人 你 许大人 许大人 全能行见证 许大人 都给我竖起耳朵停着 这怎么了 乡军总司令 湖南省长 首领 红江 奸商作祟 卖于大英帝国 一和阳行之红油 竟一家重真 使我乡省商誉 蒙求欲外 有帮商人 深受前蕾 分相父老 颜面狠存 则令 红江商会彻查此案 勿要揪出奸商 以法延长 退赔 一和阳行损失 向大英帝国请罪道歉 窃窃此令 这些是 没听说过呀 我没听说过呀 会有 背着石头打天 这是国际世界 要征服蒙修 今天又没个说服 咱就没完 别别别 不可能 不可能是假油 这事不说清楚 老子就查封十大会馆抓人 不是不是不是 这怎么会这样 其他人 是 红酱的油品 全国第一 油口皆碑 十大会馆兴商多年 郁满天下 怎么可能卖假油呢 我早跟你说过 这洋人靠不住 洋人靠不住 是啊 这是其他事啊 这总是算谁的呀 不是不是 你怎么能做出 这样的事啊 我没有 我没有 什么事啊这是 不可能是假油 我都用清代理油验过 清代理油 清代理油 这就是 这是什么 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羊同长 十七年了 想不到那栋清代底油又出现了 许大人 这是要因祸得福呀 你先出去 当年的事 老子到现在都纳闷啊 当年你许大人使出了雷霆手段 那也只是要了刘云湘夫人的姓名 湘夫人是个大美人啊 我见有怜 可惜了 她杨同昌也失去了不到一岁的女儿 小杨春 过去的事 不提了 咱忙来忙去忙 到最后不也没见到那栋清代底油吗 许大人 不许大人 难道你就不觉得 这马克思凯甲油案 是一个能见到清代底油的机会吧 机会来了 既不可施 时不再来 如果我们能得到那栋清代底油 就可以圆了我们十七年的念想 号令十大会馆油商 垄断打扮个中国的红油贸易 现在她杨同昌已经是百口莫变 只要一旦马克思凯到了红江 为这桶底油打起嘴官司 那个时候啊 老子现在就去抓人 大人 千万不可操之过激 抓人有机会 既然是一场好戏 那就应该把戏台子 搭得结实一点 别乱动 姐啊 我怎么觉得这么别扭呀 吵着了 姐 你赶紧把这杨大江的画像给拿走 我总觉得他在看我 那只是幅油画 有什么好别扭的 再说了 要是看谁 那也是在看我呀 你可还没嫁给他呢 就这么不害羞了 对了 姐 你跟大江哥 打算什么时候去欧洲游学啊 等大江这个学期结束了 我们就去 我这个学会画的 我当然想去法兰西 可是大江他非要去德国 你说这个时候 我们去德国能干什么 那 那咱们爸怎么说啊 你说他们杨家卖了假油 非得拉着我们留下 这天理何在啊 你说这一粒米养恩人 一袋米养仇仁 此言不虚吧 那可不是吗 这么快就回来了 还有这老杨家 这 这 他们杨家 把假油卖给洋人 愣说是用咱们的底油 给检验的 这不是整死我们刘家吗 这天理何在啊 东姐回来了吗 东家去宋元山问道 还没回来 大掌柜的 你们吵什么呢 二小姐 等等 要不是今天 玄帮宣夺省长的首令 我等至今还蒙在鼓里 可不是吗 到底怎么回事啊 回二小姐 今天在祭祀祖日节的大典上 咱们刘家被人欺负了 袁龙浩真是名义扫地啊 那我爸呢 东家气得一个人先走了 杨童让他历领指昏 今天当着天下无辅十八邦 近百名犹伤家的灭 竟然一口咬定 他卖给洋人的那批假油 是用咱们刘家那清代底油检验的 你说这 这杨家卖假油 跟咱们刘家那桶底油 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啊 朝齐人手 咱们先去把他们杨家的船 给封了 省得他以后赖账 对 就该封了他们的船 走 把他们关上 把他们关上 关盐吃点啊 关盐喽 好嘞 老爷 他白天的你关什么门啊 老官 老官 你硬是你行 你先跑 罚 利 死 上头 不急 这桶油有人动过没有 这不废话吗 二襄动过没有 咱家这宝贝除了你跟大江 旁的谁敢动啊 那就好 那就好 这怎么了 一回来就神神叨叨 神神叨叨的 眼难尽哪 夫人 切记以后有人要是问起 生意上的事 你就一口咬定咱们杨家 从来不卖假油 这还用一口咬定啊 难道你卖过假油啊 我当然不卖假油了 这批油都是大江亲自用 这底油验过的 可是这些洋人在捣鬼 他硬往我头上扣屎盆子 洋人 马克思凯 那人看着挺和善的呀 洋人要是有什么善茬的话 去年怎么会提出一个 九国公约来 让我们中国这个 让我们中国那个 又是什么机会均等开放口岸 都是欺负人的 二江 二江 干嘛 师父 二江 出大事了 六家二小姐带人去了码头 要封你杨家的油船哪 不是什么情况啊 那师父 我先过去了啊 来 快睡吧 咱们给你看看吧 走 走 别让他吃亏了 是 走 快 快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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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人 这马克思凯不是什么好鸟 不过他这回算盘是答错了 没想到我手边有清代理由 哪怕他跟我对簿公堂 我都奉陪到底 快让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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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α 把杨家的船都放了过来 请他们掌柜的已被杨家 请大家 快点 快让这几个给他疯了 疯了 快点 疯了 我看谁给抠别的床 二小姐 我疯了 你才疯了呢 怎么着 想打架啊 二小姐 别误会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有什么事你 直接跟我说嘛 你闹这么大阵势 是什么意思啊 你爸欺负人 我爸 那 欺负人是谁啊 欺负我爸 二小姐 这么着说吧 你应该知道 在这个城 你爸那是这个 对吧 我爸他 你爸他忘恩负义 怎么说话呢你 你说我怎么说话呢 你爸干了伤天害理的事 还想我说什么好话 刘天娟 我爸就他那胆子 是吧 他能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对吧 你爸 你爸 就是你爸 杨阳先生 我告诉你啊 你别在这东扯葫芦 西扯瓢的 把你爸请过来 那我要是不请呢 疯传 把证据都留下 省得他们比赖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疯传 疯传 快点 来 谁敢 疯传 谁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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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刘叔 事出有因 先给您道歉了 没事 你个女孩家 在这儿闹得吵吵嚷嚷嚷的 干什么 这 他们污蔑我们 什么污蔑 东家 非是我等生事啊 那个假游之事 不能只听信洋人的一面之词 可是盛长大人的守令上 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呀 盛长大人胡说八道事情还少啊 好 少爷 回去告诉你们爷老官 天塌不下来 让他沉住着气 身有假游是非取值 等马克思凯把油带来之后 自然回店分晓 爷老官 我见到刘叔了 他说啊 天塌不下来 等到时候 马克思凯把这个油拿过来 什么都见分晓了 他真是这么说的 他当着我面儿这么说的 对了 刘叔可还说了 说这个真有假有之事 不能光听这个洋人一面之词 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流云相也 父亲大人 儿子无能 儿子无能啊 好了好了 就冲刘东家这句话呀 咱们的父亲大人 就没白给刘庆龙刘老爷子当学徒 这话我爱听 您想啊 就凭这一脉相传的缘分 刘云相也不至于把我洋童昌 丢到八股道上 你说是不是 妈 我走了 现在麻烦事大了 你把底油给说出去了 咱刘洋两家又要招货事了 你不知道 当时在现场 她悬崩她 她恨不得把我给生腾活剥了 老冠你忘了呀 十七年前就因为底油的事 刘家陪了夫人 咱又丢了孩子 现如今 我可不想要因为这底油 弄得红浆血雨腥风的 就怕这个 夫人 真正 好 这个 柚子 好 如何散了 老李俊 来 来 我倒是想把这黄江的油桶树 给移植到我日本去 这又很难 这原地二边上 不有的是油桶树吗 这生怀难早为止 生意怀北早为止 你在这边流过血 其难不知这黄江的油桶 在这边根本就无法长佛 我知道 水土不服嘛 不服 那就剩下法让他服 若不然活在黄江这些年 华的心思 那不白费了 先生 清代底油 清代底油 您好 打扰一下 请问您看到我姐在哪儿了吗 你姐在那儿 谢谢 谢谢 她是她姐姐 刘天长 姐 大家有鬼积东西了 快快 打开看看 新青年 这是什么呀 大江哥的照片 给我 这么久没见 你怎么着也得跟人家 来一个吻面礼吧 天娟 别闹了 给我 不给 我就不给 天娟 这是医院 大江哥可真是 别闹了 说正经的 杨叔叔那边怎么样了 我跟你说啊 杨叔叔这次可把事情闹大了 他竟然说这清代底油在杨家 杨叔叔说清代底油在他家 这么突然的事这么重要的底油 不行 我还得再去打探打探 走了 你看 把这宝贝汪上头一搁 谁也看不出来这上面还藏了个宝贝 真是 真开水不响 真财主不嚷 至理名言 你算什么真财主啊 咱杨家上上下下满打满算 还没留家一个分号的财产多呢 我这不是说我们儿子设计精妙吗 你看外头看着像一个窗户是吧 还写一个马上封喉 大江说这就叫障眼法 知道吧 不怕贼头就怕贼惦记 那你还是没藏好呀 等马克思凯来了 你不还得把这桶底油给他 那当然了 真扑在面前烧不得贾乡嘛 我就要他跪在这桶油面前 替我们杨家油证明 替红姜油商找个公道 罗会长讲得对 杨忠家已经厌了油 可是我们都没在场啊 请在底油 事都这么长时间了 他说在哪儿 我是没看见 你们见过吗 今天我们必须要看那桶底油 对 说得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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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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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不急不急 屋里坐 有什么话屋里说 行 来来来来 不 杨童家得罪了 今天有事前来求证 还请无吝刺教 这是哪儿话 你看 我本来就想去找诸位 说道说道 人言可畏是吧 什么仪甲崇贞哪 欺骗洋人哪 虽然这些话纯属虚构 但是我杨童昌让大家一块受累 心里都想起这事就不痛快 杨童家 你只要把清代底游拿出来 让我们大伙看一眼 这真相不就自然大败于天下了 对不对 对呀 说得对了 大家都是坐游的 看一眼不为过吧 是啊 验游的时候我们都不在现场 谁敢保证没有差错 何儿 你们不相信我呀 杨童家 不是我老同花不相信你 你想这清代的底游 已经失踪了十七年哪 此事这关系到我们红江油商的身家性命 知道吧 是 你说的底游在你手里 今天你就把它拿出来 给我们大家看看 对 大家是凭着良心在坐游 问心无愧 是的 是的 好啊 好一个凭良心坐游问心无愧啊 可是各位想想当初 是不是快踢破我们家门槛了都 还哭着喊着 想参加这笔买卖 今天出事了 你们还反过来问我 要我问心无愧 说白了 不就是想看那桶底游吗 对 是 等着 我拿给你们看 老关 没事 夫人 真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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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看这油桶 这油桶不会是空的吧 对英国银河银行商商 买了假油这件事 你父亲怎么看 听我爸说 自打这红江有了红油以来 这半个世纪 从没出现过假油啊 那会不会是马克思凯故意搞鬼 想不发现黑掉这笔红油 这我就不知道了 这桶青带底游可不是说着玩的 来看吧 青带底游 真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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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嘛 打开啊 打开来个个蹬大了眼睛看 推起如此神物 还有老长者 老童话 您去 您去 清者自清 浊者自浊 你什么时候 你们可以不信我杨同昌 但是你们不能不信这种底游 哪怕是这刘云香来了 她也得对她爷爷 游游 游游 游游游游 这不案 anie 游游游 这 这西惆牛油大呀 滚疗瘦 快这样 你干什么瘦瘦了 这个不是油瘦的 怎么搞的 你这饼肃 这什么厌子啊 我的底油 怎么了 老关 老关 快快 的 老朱花 老朱花疯了 祖师爷啊 祖师爷啊 百年繁华一枕荒凉啊 大火临头伤不自知 神明已经抛弃了红江 今天他抽掉了油业行的脊梁骨啊 明天就会断了你们孟业行的生路 雷劈了你们天荒行的贼头 一个个儿都黑了心 你同仇信天 道德沦丧 祖师爷不惩罚你们 惩罚谁 你啊 你是谁 你还想一个包扶一把伞 你疯了吧这是 跑到红江来当老板 劝你的吧 没有了 没有红江了 你做梦去吧 你做梦去吧 做梦去吧 知道吗 我非常喜欢 洪江这座古老的城市 喜欢影子舞 像 是的 他的建筑设计非常合理 你们中国人很会享受 也很有智慧 马克思凯先生 你还想问钱吗 其实杨同昌的房子 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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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何不趁此机会 不不不不不 事情不是你想想的那样的 城里可都乱成一锅粥了 十大会馆也是无能为力 东家 这清代底欧 可是咱刘家的宝物 在下恳请东家 以神龙宫的名义 直报天下的犹伤 务必要追杀到这底欧的下落 马克思看什么时候来 这前阳离此不远 恐怕说话就能到 这犹豪不要砸呀 东家 你不能砸呀 这可是咱家的犹豪 东家 你是干什么呀 不要弄我 你给我梦见吗 你做了你的美梦吧 就是银子呀 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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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砸呀 东家 这 您何故发笑啊 小鬼要踢阎王殿了 咱们都小看杨通昌了 您的意思底欧没丢 是杨通昌在故弄玄虚 这一招是损了点 依我看他也是没办法 他收出清代底欧来呢 是被逼无奈 之后就后悔了 没了清代底欧 要想鉴别游得真假 那可就是麻烦事了 东家 东家 你醒醒吧 是啊 东家 走吧 走吧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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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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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家 快点 走 快 先走东家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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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地永远都是保佑我 火火火火火 什么 快点 瘦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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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 瘦快点 东家 着火了 着火了 东家 哪儿着火了 优船 优船着火了 走 咱们看看去 快点走 走走 放玩玩 快 快点 快 快点 快 快点 别去哪儿 闹 快点 赶快救火 救火 救火救火 快救火 徐大人 徐大人 什么闻喧哗 徐大人 我 我 叔弟呀 何事啊 出大事了 奶奶的 集合队伍 是 快 集合 集合 快 集合 集合 快 集合 救火 快 集合 快 集合 快 集合 民火 那边找起来了 好 快 快拿师妹子盖上 是 盖上 好 盖住了 盖住了 快 把他盖下去 注意民火啊 别让他再烧起来 好 快公子盖上 快快快 来 谢谢我的朋友 谢谢 没事 室飞子 可以 你这穿油金贵 吓坏了吧 这把火 盐着不是养通长发吗 这匹油是解油邀的军局 对他非常不利 是是 比利 给我们赶紧一点 好 谢谢 来 坐这儿 谢谢比利 欢迎 够了 好 来 坐这儿 都别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 马克思凯说你卖给他的是假油 你说你又清代底油艳光 现在马克思凯到了红江 你又说底油丢了 红傻子呢 徐大人 别说您不信了 就连我到现在都还觉得 在一场噩梦里头呢 清代底油啊 是我们杨家的命根子 是红商游业行 跟天下无辅十八帮游商 供奉了一百多年的神物啊 我哪敢 是啊 你冤枉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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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徐大人 你冤枉那样 您就救救我们红江吧 是 我们都对不起祖师爷 我冤枉啊 这事皆由我而起 万罪皆在我一身 您有枪 您就行行好吧 干脆一枪把我给打死算了 你冤枉那样 剑山 把他们分开关起来 笔墨伺候着 把底油怎么变成油渣的 一笔一划的 都该不写清楚 喝 喝 你就那么恨杨同昌啊 这批油 对我们大英帝国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您也知道 今年年初 法国和比利时 占领了德国的 卢尔工业区 整个世界都疯了 大家都在拼命 争夺各种资源 这 这是一场战争 你们大英帝国很有眼力啊 一下子就把手伸到了红江 红江的顶级红油 在防水防腐方面的卓越性呢 这让帝国议会的人 非常怀念 昔日海上巴主的荣耀 这顶红 原来像用在卷剑上的 现在好了 此事要每个结果 我整个可怜的善人 用中国话说 就要下地狱了 神帝 就算让我下地狱的话 我告诉你 我也得拽着这个杨同昌 你算是什么 两千多年前 我们是战国时代 有个诗人叫屈原 一首诗里这么写的 令原相戏无波 使江水戏安流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句诗的意思我好像明白 原相 原相 你不要再起波澜 降水 降水 你要平静地溜潮 你是不是在告诫我 别惹事 放过杨通常吗 在洪江谁都知道 我们刘家和杨家是世教 老家的朋友 没有 老家的朋友 世代通好 刘先生 我绝对不会有你为敌的 我知道 咱们是朋友 对啊 老马 你放心 如果真的杨家的游有问题 我会用我们刘家顶红 全部替他偿乱 那 那我被你说服了 好吗 好吗 对嘛 这就叫经商不斗气 斗气不经商 东家 杨东家 可所有事案游伤 都被宣文给抓起来了 怎么会这样 我赶快去看看 老马 我的朋友 你帮了我 我会记住的 大家 不要 הו é 是 那我 我 他 你 风水已悠长 心中的梦在滋涨 岸边飘来浓浓的香 风雨花儿香 江水已悠长 心中的梦在滋涨 岸边飘来浓浓的香 陶醉了五福十八磅 沾上了西台长高墙 满城的香味在飘荡 童有花儿章开放 银子墓里藏岸上 巷上到一天下阳 铿墙的木垂大油间 年岁的游子已燃香 陶醉了五福十八磅 沾上了西台长高墙 满城的香味在飘荡 童有花儿章开放 银子墓里藏岸上 下骨肉青春断肠 铿墙的木垂大油间 年岁的游子已燃香 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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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 福